基隆疫情拉緊報 街頭巷尾大消毒 全台11條傳播鏈 最讓外界擔憂的就是基隆群聚 因為地緣關係最複雜 而且基因定序是之前 台灣沒出現過的病毒株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說 少數的突變會影響到 它的傳播力或致病力 我們這個到目前為止 至少有辨識出21種變異病毒 至少有21個境外移入的點 至今國內總共累積 21條Omicron變異株傳播鏈 而這一波疫情中 包括基隆遠景 衍生的卡拉OK群聚案 累積41例 新北三重業務員 屬林科技廠及中和深坑等個案 還有桃園大潭電廠 擴及到新竹縣移工宿舍 再往南則有嘉義婚宴相關 高雄化工廠工人 東部家庭群聚等等 11條傳播鏈 出現過去國內沒出現過的 Omicron BA.2.3 類似東南亞的越南豬 還有Omicron BA.2 也是新突變 分別出現在基隆跟高雄 外界關心是否有可能是邊境管制鬆綁 加上大量境外移入個案 才帶來新的病毒株 入境的檢疫也是有鬆綁 就會面臨這一種 境外的管制這一塊呢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 我們也還沒有看到說 這病疫的病毒株 在症狀或疾病嚴重程度上面 有什麼特別的一個影響 專家呼籲不管Omicron怎麼變化 只要打過三劑疫苗能防重症 就等於買了保險 還是得靠民眾做好個人防疫 讓疫情維持在可控範圍 今次吳慧珊 蔡如草報道